所有人都已经进了小屋 接下来 请卧龙凤厨来到场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拉他 又帮人门了吗 我给大家说点真心话吧 我是黑龙 白哥是祖风 你学龙不成立了 你没想法 我不行 我就飞个扑果 你要是扑果 你得包假粮 我包假粮不是 完了我踩他 给他踩爆 你也踩他 咱俩都踩他 给他踩爆了 他就行行行 我是非 你明白吗 这回咱搞了 好 所有人都可以出来了 出来了啊 出来了 出来了 据我所知呢 你们进入反诈培训班都是通过邀请 从而加入了一个反诈培训群 才来到了这里 我这里正好有从刘警官那里 搜集到的一些反诈群的信息 9点进群的有沙爹 夏明和李尖尖 12点进群的呢 有关敦敦 沈亿点和萧鹤云 15点进群的有贾美丽 火星花 送钱来 还有一些刘警官和卧龙凤厨的短信记录 刘警官对卧龙说 以拉宁和目标进群 计划不变 可行动 这条信息是9点发送的 所以卧龙是在9点入群的 有一个9点的聊天记录 除了刘警官的之外还有三个人 随里尖尖 夏明 沙爹三个人里 有一个是卧龙 完了我踩他 给他踩爆 师哥 我第一轮就看出来你是 我一直给你留到这会儿 够意思吧 作为师弟 你每次不都是豁出就他 他保你自己吗 别这么说 都在激发店了啊 我觉得那个 就是这句话 10点之后会装作路人 帮你们收网 大家注意隐藏 我觉得这个装作路人 一定不是就是同伙 比如说卧龙凤厨 我把另一个人拉进了 被拉进那个人 他们两个一定不是同伙 那装成路人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很像装成路人的一句话 听说这里有反诈客怎么报名 哎呀 我把我自己给弄点 哎呀 说半天给我自己套点 对不起 是不是太晚了 已经有这个大聪明 太路人了这个 我觉得这样 我们啊 别在这个真正的逻辑上 耗那么长时间 因为我们逻辑真的那么缜密的话 我们不会当演员 歌手 对吧 我觉得你就看实际行动 实际行动 在第二轮 我跟花花争八号 九号的时候 那种表演 如果是假的 那绝对是表演大师 所以跟你刚才的言下之意 要么你是表演大师 要么你是好人 别在这儿钻这种 没有用的东西 那个 我判断 花花首先是一个好人 我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知道 从那个里面 我觉得小童没诗 名没诗 完了在日常怀疑一下我诗歌 我觉得就是 我挺赞腾哥这边的 我感觉腾哥挺真诚的 但是我觉得杀一个 杀一个可以完全排除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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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一个 哥